司机从我们这边上到你们到你们那边高霸出费量下是239元 但是从则同一条线路是278元回来是278元中间厂的金额太大 他的卡有问题所以说他那边是按据按据最少的收的 240这个收的下来是给你少收了 他那边设备有问题所以他自己认了 现在从起点到你的目的地可能不止于一条或者两条路可以到 走的路不同你这个费用就不同 因为当时领的是CPC卡 到高霸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个门架没有记上 或者说是卡的电量不足 然后当时没有记上门架 所以系统他模拟的最短的这条路线 后台的集合人员他会核实这些情况 核实完之后就会发起工单 因为他相当于就是漏费了 然后要进行资费 总共走了401公里嘛 我们这个路是6毛钱一公里 隧道不是也要加收6吗